大家好,养枝子花的花友可能会发现 枝子花刚买回萊雅蜘蛛呢 枝叶非常的紧臭饱满 但是养着养着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枝子花呢 它的枝条啊非常的松散 很容易涂长 然后整个株形啊都特别的凌乱 但是大家看我这一盆枝子花 这盆枝子花是我之前呢 扦插繁殖的 那么这个枝子花我们会发现 它顶部的这个枝条啊 株形呢是比较紧臭饱满的 然后呢也没有出现涂长的情况 其实主要是得益于一点 那就是我给它用上了这个甲派翁 这个甲派翁它的使用呢 就是在这个枝子花进行修剪之后 等到它长出新芽 我们再用这个甲派翁对水稀释 给它喷湿一次 喷湿一次之后 我们大概过一个星期观察一下 如果效果不明显呢 我们再来喷一次 这样呢就可以让这个株形呢 可以更加的紧臭饱满 而且呢也不容易涂长了 它是这种胶囊型的 所以呢用量比较好控制 不像一些其他的控制株形的 比如矮状素或者多效素这一类的 比较难控制浓度 很容易出现要害 而这种的话呢 使用会更加的方便 也不容易产生要害 它的浓度的把握会更加的精准 而且呢也更好保存 那么如果家里的枝纸花 想要让它长出一个比较紧臭饱满的状态出来呢 大家就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